王儿 别离开朕了 朕真的好想你 叶红义舍不得松手 只紧紧地抱着姚莫婉 仿佛是要将她揉碎了 揣进心里 王儿也好想皇上啊 姚莫婉含着泪的毛子 冰冷无温 让姚莫婉诧异的是 叶红义虽然陪了她一整天 可临睡前 竟然离开了 这让姚莫婉不由地松了口气 时至今日 她真是做不到心如池水 接下来的几日 叶红义依旧未碰姚莫婉一下 姚莫婉原以为 叶红义是有了更宠爱的妃子 所以才会如此 后来方才从自己的眼线里打听到 原来叶红义每晚只回龙甘宫 并未去任何妃嫔的寝宫 这种情况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小太监还记得 两个月前 叶红义一共斩杀了十个伺候她的妃嫔 在之后 便不见叶红义灵信任何嫔妃了 其实这原因不难猜 姚莫婉觉得叶红义的报应是真的到了 此刻 青龙正跟在姚莫婉身后默默无声 自姚莫婉回来 叶红义便命青龙随时护卫 诚然青龙断了手脚筋 虽然武功不在 可最基本的行走坐卧还是没有问题的 本宫想去瞧瞧姚素兰 如何 如今姚莫婉身边没有了音学和听乐 有些事做起来就显得不那么方便 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盯梢 她还真不敢随便踏进华清宫 姚娘随意 青龙厚在外面 青龙神色淡漠 低声开口 姚莫婉微微点头 转身走向华清宫时 忽然回眸 青龙侍为诚心帮莫婉 再相见 有些事两人心照不宣 可姚莫婉终究还是问出了口 青龙只是在为莫新皇后赎罪 姚莫婉觉得 青龙的回答无可厚非 自己斩了她的手脚筋 她没有以得抱怨的理由 姚莫婉谋下一抹忧色 旋即走进华清宫 再入华清宫 姚莫婉被那股冲天的臭气熏得头脑发胀 绕过那一堆堆的肮脏腐臭之物 姚莫婉终时在正厅的角落里 找到了姚素兰 看着眼前人鬼不变的姚素兰 姚莫婉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彼时密探来报 叶红义砍断了姚素兰的一只手 一只脚 可如今看来姚素兰远比她想象的还要凄惨 小莫婉 怎么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看着眼前之人 姚素兰独有的一只右眼 迸发出骇人的恐慌 她用仅剩的一只手和一只脚 拼命地挪动 却只蹭了一小步 叶红义好狠的心啊 姚莫婉英纯微起 眸间终究还是闪过一丝怜悯 小红义 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早知如此 早知如此 我并不会害你 小木心 你 你能原谅我吗 姚素兰声音渐弱 纵使连自己都觉得这样的请求太过苛刻 姚莫婉指道 姚素兰仅剩下的一只眼也不好使了 不过她没有开口 只任由姚素兰这么误会下去 你怎么会原谅我 如果不是我 你和你的众儿也未必会死 可是姚莫婉 若当初你处在我的位置上 也一定会做不出第二种选择 神不畏及 天主地灭 姚素兰痛苦地笑着 眼底有泪一冲 可你得到了什么呢 姚莫婉不禁想问 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报应 可是我当初 又怎能想到 叶红义竟是这样的人面 兽心 猪狗不如 就算是你要莫心 又可曾想到自己的付出 换来的是生死死亡 既然连你都没看清 叶红义的真面目 我就更不可能有那个能耐了 姚素兰的眼泪 仿佛决堤的洪水流淌成小河 比石叶红义砍他手脚时 他都不曾哭过 姚莫婉沉默了 姚素兰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当初的自己的确有眼无珠 二姐看错了 我是莫婉 姚莫婉脸了眼底的微凉 挑着眉走进姚素兰 莫婉 你是姚莫婉 姚素兰的眼神顿时变得灵密起来 继而用手抹掉眼泪 是啊 莫婉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看二姐呢 姚莫婉见姚素兰周围并没有落脚的地方 于是只向前走两步便停了下来 哼 你是看我死没死吧 灵力的眸渐渐没了光彩 姚素兰颓然的倚在墙上 苦笑着看向姚莫婉的方向 真是有些看不清了 叶红义过分了 诚然姚莫婉有这个意思 却没有说得那么直白 如今的姚素兰 已经没有让她打击的必要了 过分 你是在同情我吗 姚素兰哑然失笑 却没有再说什么你算老几啊 我姚素兰再惨 还能惨过姚莫心之类的话 二姐觉得自己值得同情吗 有些仇恨可以随着时间慢慢淡忘 甚至连痕迹都可以抹灭 可有些仇恨却会随着时间刻入骨髓 融入血液 姚莫婉 你不该回来的 姚素兰淡漠地开口 看着姚莫婉的眸子竟闪出一抹忧色 姚莫婉 姚莫婉觉得好笑 姚素兰这话说的就好像自己有多愿意回来一样 其实有时候死也是一种解脱 姚莫婉觉得自己心软了 否则她绝对不会对姚素兰说出这句话来 你竟然劝我死 姚莫婉 你该不会吃错药了吧 你竟然舍得让我死 姚素兰忽然笑了 笑得花枝乱颤 笑得梨花带雨 姚莫婉没有说话 她知道姚素兰的意思 许久姚素兰再度开口 姚莫婉 我答应你 如果这一次你能救我出去 我便向所有人照告夜红衣的恶行 告诉天下人 姚莫婉是怎么死的 姚素兰的语出惊人 让姚莫婉陡然一阵 她怎么都没想到 姚素兰会有这样的觉悟 四话当真 姚莫婉有些不确定 信不信有你 姚素兰索性闭眼 不再看向眼前之人 因为她实在分不清 站在她面前的 到底是姚莫婉 还是姚莫心 皇后娘娘 就在这时 青龙极聪自外面走了进来 姚莫婉心知 不能久留 于是转身离开 行至门口时 忽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好好留着那条命 别嘚瑟丢了 姚素兰语气并不友善 却让姚莫婉为之一阵 回到官居宫 姚莫婉保持手主相塞的动作 足足一个时辰之久 青龙心下担忧 于是应退两侧丫鬟 小心地走到姚莫婉身侧 娘娘有事 青龙轻声开口 却不见姚莫婉应声 娘娘 青龙不敢动手 只俯身看向姚莫婉 身体顿时一僵 感情姚莫婉是睡着了 在姚莫婉离开地下宫殿的第七日 吴明终于受不了叶君青的闹腾 见了他一面 你就是铁血兵团的都尉 叶君青扬眉看着眼前 其貌不扬的老头 声音大有鄙夷之意 不像吗 吴明虎去一阵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威武雄壮 本王管你像不像 把姚莫婉交出来 你喜欢姚莫婉 吴明倾咳了两绳 精锐的毛子落在叶君青身上 竟闪过一丝赞意 那股王者的威严 和君宁天下的气势 与其负丝毫不差 喜欢如何 不喜欢又如何 不喜欢还好 若是喜欢 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你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无济师谈 姚莫婉生来便是天上孤星 克父克母 更与你命格相悖 你们这辈子注定是无缘 若是硬在一起 必有一人遭难 加上姚莫婉 乃回天灭地之人 命应得很 所以那个倒霉鬼 一定是你 叶君青 本都未念在与你父皇相交一场 才提醒你这些 莫因一时意气 丢了性命 不值得 可惜你不是莫婉的亲爹 你 你这小子好糊涂 本都未说的都是真的 你若执迷不悟 终有一日会后悔 吴明觉得 自己人至意尽了 老楚王该不会从下面 上来找他吧 交出杨莫婉 否则 否则滚出去 叶君青恨恨地指向房门 好小子 如到死那天 可别怪老夫没提醒你 现在 滚 吴明怒吼 叶君青微有一争 玄机看向吴明 你看老夫做什么 看你怎么滚呢 老夫是叫你滚 滚出去 立刻 马上 吴明气劫 此时站在外面的白掌和墨长走了进来 你们两个 把他扔出去 吴明真是一眼都不想再见叶君青 彼时叶君青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这是怎么了 是被谁屠毒成这个样子 度位 度什么位 把叶君青放了 放了 吴明暴跳如雷 炸毛的吼道 白掌和墨长 哪敢怠慢 当即拽着叶君青 以迅雷般的速度 消失在了吴明的面前 房间再次静谜 吴明许久后 方才舒了口气 姚墨晚 七国战乱 希望届时的局面 不会太糟糕 被白掌 扔出地下宫殿的叶君青 狠狠地拽着白掌的衣服 敌死也不松手 本事都说了 姚墨晚真的没死 也没在地下宫殿 你要怎么才信吗 白掌无奈地拉着衣服 生怕叶君青会将 他最能展现身段的衣服 给撕成碎片 你发誓 鉴于白掌打死 也不说姚墨晚的下落 叶君青就只能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 姚墨晚是否尚在人世 好 我发誓 发誓 如果你敢欺骗本王 那从现在开始 便夜夜被人抱成一地去花残 叶君青想起 姚墨晚笔食的那句诗 顿时的灵感 你无礼 操俗 白掌面红耳赤 于是 在叶君青的不依不饶下 白掌只得发誓 叶君青见白掌敢发如此毒誓 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如今姚墨晚下落不明 他虽有心想找 却孤立无援 随决定 火速回冀州搬救兵 回来的路上 叶君青刻意记下路线 已被日后攻打铁血兵团之勇 只是他并不知道 这地下宫殿是以五星八卦为原理建造 出口每日都有不同 且说这乡姚墨晚与叶君青各有遭遇 那乡冷兵心却正装的欢食 可惜好景不长 在殷血寻叶君青无果折返冀州之后 冷兵心便露出了马脚 你的意思是 这个主子有可能是假的 此刻 风雨雷电和听乐 奔雷几人目露惊愕地看向殷血 我也不确定 但皇城的确传出 主人正在楚宫内 而且叶红义更派青龙每日跟随 殷血也觉得 这件事匪夷所思 他看不出 线下记住这位姚墨晚 有何异常之举 但皇城既然来了这样的消息 也未必空穴来风 那现在怎么办呢 听乐茫然无解 这些天的伺候 他真心没感觉到 主子有什么不妥 该不会是 主意死也不去的时候 众人的目光却齐齐落在了奔雷身上 左人又厚道啊 厚道 某人可别忘了 当初王爷想起段庭念的时候 是谁立场不见 跑去给人家当狗腿的 就是啊 是谁说对主人忠贞不二来着 可惜啊 某人忠贞不在 就只剩下二了 鱼儿阴阳怪气 还有啊 当初 就在听乐再遇爆料之时 奔雷猛的跺脚 行了你们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们能不能不抓这些事不放 我也不容易是不是 我心长胆啊 哥你们谁能做到啊 不就是试探吗 我去 不过有个条点啊 我要是有命出来 你们发誓这辈子 都不许再提段庭念的事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更何况是奔雷 行 众人一口同声 不过事实证明 身为姚莫丸的手下 出尔反尔 是必备条件 正厅内 冷冰心屈指数着日子 就算金木水火土爬 也该到大厨了 是不是他的任务该结束了呢 主任 您要的银耳燕窝粥 未经冷冰心允许 奔雷依然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一脸的笑容可惧 谁说本宫要喝燕窝粥了 谁让你进来的 冷冰心心情不好 刚刚数的日子又错了 属下除了给主人送燕窝粥 还有件很重要的事 想要禀报主任 奔雷神秘兮兮地开口 随后将托盘 搁在桌边 回身看向门口 什么事 见奔雷鬼鬼祟祟 冷冰心来了兴致 主任 王爷来了密函了 奔雷说着话 便将早已准备好的紫色字尖 递了上去 冷冰心并未怀疑 当即接过字尖 直接上面写着 肃清王府的画内有玄机 务必藏好 叶军心 肃清王府的画 冷冰心看得莫名其妙 柳眉微微促起 是啊 就是主人与宜春院的姑娘一起到 肃清王府时 亲眼看到王爷画的那幅山水画 奔雷刻意将山水画三字咬得极重 哦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且收好便是 冷冰心养装恍然 挥手吩咐道 温雷记下了 那个 启禀主任 燕盟主在外面求见 温雷有点腿软 像王爷这辈子也没画过山水画呀 哦 燕南生找本宫做什么 这个属下不好问啊 主任稍等 属下这就请燕盟主进来 未等冷冰心点头 温雷已然三步并坐两步到了门口 大声将燕南生换了进来 门外 风雨雷电闻声 顿时握住兵器 这是暗号 一旦温雷叫燕南生进去 那就说明 里面坐着的并非姚莫丸